为了让秀林乡水源村多功能集会所可以更加的人性化 秀林乡名代表邱惠因向乡公所争取到亲子周边设施 不仅可以让大人小孩都在这边游玩 草坪上亲子还可以休息运动 提供村民们同乐的好地方 20年前水源村社区多功能集会所的功能 主要是以社会人士青少年打篮球的好地方 办理活动、研习课程以及结婚典礼 可以说是提供村民们免费的最佳场所 由于水源村的小朋友们也越来越多了 并没有增设亲子相关设施 提供爸爸妈妈以及孩子们的亲子之乐 为了让水源社区的多功能集会所能够更加的人性化 秀林乡名代表邱惠因上任之后 这三年当中争取了这影棚大草笔汉亲子设施 提供亲子一起来这里游玩 多功能的设施 因为多功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以及我们自己部落的一些青少年 都会去多功能去做个运动打篮球 那因为我们多功能周边没有亲子措施 所以每次有时候都会带小朋友 小朋友的时候都在周边乱窜 所以我在多功能也实施了一些亲子的小型措施 其实还有可以让雨天的时候 可以让家长跟小朋友可以做一些避雨的遮雨棚 让多功能的周边可以多一点 让老人家与小孩可以休憩的地方 也让他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带小孩子去多功能运动 因为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去做很像青少年的一些篮球的活动 那我们多功能也只有一些篮球设施 像周边我们就 我就做了一些亲子活动的设施 让小朋友以及家长可以在周边做一些小型的运动 新闻下面代表邱会议表示 地方需要建设来改善市区的环境 而在三年当中争取了许多基础建设 为了就是留给村民们来使用它 来大大改善社区整体的建设 希望在代表会提案来争取地方建设 让多功能及会所能够发挥最佳的功能 记得喜欢你学校不到